陳山聰、黃中澤、謝天華 相隔多年終於有合作 這日他們出席電影的開鏡儀式 見到他們這個組合都猜到 這套戲肯定有不少動作場面 山聰都已經有心理準備 很少拍電影的他 也很開心有這個演出機會 相信找得我、天華找得Bosco 不動幾下都不行 都會多的 今次多槍斜 還有我會和Bosco有一場大打 和天華都會有 所以都期待 因為我真心很少拍電影 所以今次都很開心 可以和麥浩幫導演合作 因為都沒有合作過 今年很多願望都可以達成 就是我經常說 很想和不同的導演 不同的製作單位合作 今次真的可以 又和一個新的導演合作 很開心 山聰前女友何超雲 近日傳出答應任職消防隊長的 圈外男友求婚 雖然山聰都是在傳媒口中得知消息 不過他都有大方送上祝福 我想任何一個人 找到自己的幸福 都值得開心和祝福 至於他們的私人事物 我就不方便再互相 有沒有問到你們倆各自找到一個很貴宋 都讓你們很開心 我都是說一句 每一個人找到自己的幸福是開心的事 我都希望天下間所有人都找到他的幸福 Bosco和天華戲外情同兄弟 戲內終於演一次親兄弟 不過這對兄弟就有很多問題 有場打戲令Bosco看劇本的時候 都看得心驚驚 覺得自己會打到死 戲當然要找些東西去做 對 因為你家裡兩兄弟有時候都會叫殺婆 何況在電影中 怎會是一個普通的兄弟關係 應該都會打到飛起 很多動作場面 我甚至害怕有一場在 他打死了 如果照著他劇本來講 和導演跟我說的想法 這次死定了 因為整體上整套戲 都有好幾場大場面的動作 或者是飛車爆破的戲 整套戲只得緊張刺激的動作戲 又怎可以呢 所以整套戲的唯一一條感情線 就落在賽斯貝和Bosco 我就是和阿波大家一個 我覺得是一條淡淡的浪漫感情線 那種淡淡就是 我需要他的時候 他會在我身邊 然後他需要我的時候 我亦都會出現 大家互相照應 我是一個反派 一出場就會 因為我的一些事 然後牽引著整個故事的發展 但望你的裝扮 你會不會是每次出場 隔壁都會有五六個女生圍著你 是 給你拖著你 現在訪問也有一個 然後我開啟又有一個 是 然後今早開工就有和陳偉哥合作 是 所以都是充滿著女性的 郭柏妍第一次拍電影 已經和那麼多前輩合作 都令她心情很緊張 陳偉還提他要小心那群男演員 他們很煩 有多話說 又喜歡撩女生 他們很煩 謝謝你 你越害怕他們 越喜歡搞你 好